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慈慈。 那我们在很高兴在这一场的时候,我们将邀请由姿号来为我们分享, 只是想做自己的内容管理系统。 那对于姿号来说呢,他相信内容管理系统就是一个治愈的机制, 是一个组织价值的呈现。 那他现在目前是在担任,他目前是在卧槽里面, 然后他建立结合的是NukeJS,然后GoogleJS跟GoogleJS的界面工具系统。 那他希望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公众沟通模式,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在的参与在政治里面。 那等一下我们的分享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上slido,就是下面的输入,输入下面的资讯。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正式来听姿号的分享。 我是姿号,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只是想做自己的CMS,CMS就是内容管理系统的缩写。 好,那我之前在网络媒体工作过, 那在网络媒体,如果是新闻媒体的话,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生产报道和文章。 那在生产报道文章的过程中有不同的角色, 像是记者啊,编辑,如果你是研究机构的话,就是研究员。 那如果,那再来也会有工程师,设计师等等。 那最终的目标当然就是把我们三层的文章给读者看到,这样子。 那可能因为业界的习惯,或是因为专业的区隔的关系, 常常记者和编辑或研究员,他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流程。 那设计师和工程师可能会有另外一套流程。 那记者和编辑呢,在工作的时候, 常常会使用自己常用的,或是习惯的编辑器。 比如说Microsoft Word啊,或是现在也有很多人使用Google Doc。 那他们会用他们自己习惯的工具来编辑内容。 那等到了真的要发布到网站上的时候, 现在大部分的媒体都有网站嘛。 那这时候需要,可能需要把所有内容再重新的编辑过一次, 然后做所谓的上稿这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上稿使用的编辑器可能跟他们原来使用的, 比如说Word啊,或是Google大,又是不一样的系统。 那又需要重新学一次。 那有可能在上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错啊, 可能会有bug啊,等等的。 那新的系统也对这些习惯文字编辑的记者啊, 编辑来说可能学习起来更困难。 那这是我在之前在网络媒体工作的时候, 常常观察到的现象。 那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上稿这个过程, 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上稿这个过程? 为什么不能这个一次做完呢? 那这个是这一次想要开启另外一个CMS专案的一个想法, 这样子。 那既然要讲上稿这件事情, 所以就必须要先去Google一下上稿到底在干嘛。 那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文章。 那譬如说呢,第一篇是作者上稿教学, 立刻就上手。 这是上下游的工作日志的一篇文章, 那教你怎么使用上下游这个组织里面的自己的网站, 还有自己网站的上导系统。 那再来是环资, 环资的一般文章上导流程。 那这里就更新一点, 是2018年, 刚刚那篇是2011年的文章, 这篇就是2018年的文章。 那一样就是教你如何使用环资内部的资讯管理系统, 那有我们很详细的步骤, 还有一些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等等。 好,那再来呢, 就是109年度网站上稿作业教育训练剂网站无障碍规范简介, 这是深入北区国税局在去年的一份文件。 那照例呢, 是PDF档。 里面呢, 就是从很简单的, 比如说怎么登录啊, 怎么修改密码, 什么光机密码, 一直到上稿不同的类型的文章, 应该要怎么做。 那这样子的界面和这样的流程, 我相信如果做相关工作的人, 应该都蛮熟悉的。 那我也相信在CostCop有很多工程师曾经帮忙各式各样的组织, 做过这样子我们可能叫做后台的系统。 好, 那我就在做同一篇的时候就试着想象了一下不同的角色对于这个上稿这件事的这个心情吧, 如果我是一个记者或我是一个编辑的话, 我可能在发想一篇文章或报导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灵感, 那整理成一篇我自己觉得很精彩的文章, 就像最左边这个emoji一样, 就是一个烟火这样子, 然后还很闪亮。 那但是呢, 当我必须要把我的文章放, 我想要让我的文章给读者看,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放到我们主持的网站上, 那这时候呢, 必须要去学一个好像很可怕的一个系统, 这些系统, 那就很像是把我的, 我自己觉得很闪亮的这个烟火丢到了一个黑洞里面, 那我其实不知道丢进去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丢进去之后我可能也找不回来的这样子, 那反过来说, 如果对工程师来说, 工程师看到一篇文章可能就觉得他的结构很凝乱, 没有结构化, 然后资讯散落各地等等, 就很像是右边这个一大堆箭头的这个样子, 但是呢, 那工程师比较喜欢的资料呢, 是一个结构化的资料, 因为结构化的话我们就觉得逻辑很清楚, 那我们可以follow步骤做相关的工作, 那这两件事情呢, 也许就是本质上就很不一样吧, 那可以怎么协调呢,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解答, 那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两种不同的人在协作的时候可以更顺畅, 然后也可以互相对话, 好, 网路新闻媒体做CMS也不是一件, 就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 那台湾网路媒体大概从2013年左右开始, 有很多新的组织开始成立, 开始发展各式各样的技术啊, 各式各样的内容等等的, 除了传统的图文做得更精致之外, 有很多互动的功能, 互动的多媒体的专业, 专案等等的也都, 现在应该大家都很常见, 那国外呢, 那就更早了, 而且国外的新闻媒体组织常常有更多的资源, 有更多的人力, 然后对科技的掌握度也更高, 譬如说这个是纽约时报, 那纽约时报应该是做了一套自己的内容管理系统CMS, 然后甚至这篇, 像如这篇文章所说的2019年的8月2号, 他们把协作的功能也做进了他们的CMS的编辑器里面, 那当然就是回到台湾, 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去维护自己的一套协作的那种管理系统, 但是协作这个工作流程呢, 在现在的那种生产的这个工作里面, 应该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比如说多个记者甚至协作一份文件, 或是多个研究员共同写一份报告, 然后还有编辑要来编啊, 或是要有专业的专业人士或是学者来审稿等等的, 那协作这件事情, 至少对我或对我现在在的组织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 所以要怎么把编辑器做的好用, 那又要维持协作这功能其实是非常重要, 而且不可或缺的。 好,所以啦,那就回到现实, 就是我们到底要开发一个什么样的CMS呢, 那就先这个线索一下我们的scope, 那这个系统呢, 想要开发的试用对象是小型的主持, 就是大概10人以下的这样的主持, 那我们希望能够整合内容的生产流程, 也就是不要再有编辑和上稿两个不同的生产流程, 而是希望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也促进不同的角色之间的协作和互动, 那再来因为小的组织, 所以没有什么工程师的能量, 技术的能量, 所以建制和维护的成本都必须要再低一点, 那再来就是刚刚讲到非常重要的, 可以及时协作的功能, 还要有可以客制化或是制定呈现的各项功能, 那要符合这个组织的需求。 好,那进一步再把这些目标呢, 整理成features, 那就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分别是协作和呈现, 那在协作上面呢, 希望组织里面所有人都可以用同一套工具, 那在这个系统里面, 目前选择的是Google Doc, 那当然还有Google Sheet, 那但是内容编辑就以Google Doc为主, 那再来是所见大致级所得, 所见级所得至少对我来说, 它最大的坏数就是它产生出来的HTML很乱, 那大家应该都有经验, 那或者是它的互动的功能可能非常阳纯, 譬如说只能设定出题协题而底线, 然后可能只能设定两个极数的这个Heading等等的, 那我们但是呢, 但是呢所见级所得的编辑器, 对大部分的来说, 因为全世界大部分人都不是工程师, 但大部分人来说都还是比较好用的, 所以希望还是可以维持所见级所得, 但大致级所得这样子, 那再来同时意识都OK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同时上线编辑一份文件也OK, 那意识就是说不同时间上线也OK, 那伴随而来的就是需要, 譬如说像是email通知, 文件有变更或者有新的注解这样的功能, 那当然如果选择Google大话, 这些功能都是已经内建, 所以就不太需要担心, 那最后当然就是编辑历史的这个记录啊, 当然一方面是防止滥用,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有, 再发挥一定程度的救责的功能, 比如说谁把什么删掉了, 或是谁把什么改了, 导致什么样的错误等等的, 那那这些功能就是整体看起来Google大, 应该算是一个好的选择, 好,再来就是呈现部分的功能啊, 那第一个是内容模组,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一篇文章里面出了图片, 文字可能还要内签影片啊, 或是有甚至有各式各样的图表等等, 那这每一个模组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篇文章里面, 像很流行讲的mix and match, 就是说混搭这样子, 那希望能够有更有结构化的方法, 来让就是不懂程式的人在编辑的时候, 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说, 这个份文件上有不同的, 到底有多少不同其他的模组这样子, 那再来是制定自体排版, 就是typography, 那这件事, 制定自体排版在网路上面, 一向都是蛮弱的,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webfont也是, 也不是网接网路一开始就有的嘛, 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电脑里面的自体也不多等等, 那再来, 那当然自体排版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专业,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自体排版, 所以希望我开发出来的系统呢, 自体排版可以漂亮一点, 那再来就是一些比较特化的需求, 譬如说连结那个答案库这样的需求, 因为我现在工作的研究组织会有一个答案库, 那譬如说有不同网页的备份啊, 要怎么样在文章里面reference, 这就是希望可以透过, 透过这个系统开发可以让这件事情变得更简单一点, 那再来就是词典, 譬如说如果一个组织里面有一些用语的标准, 标准用语, 华语、英语等等, 可以方便的让我们在文件里面使用这些标准的用语, 那再来文件内容汇入, 文件结构化资料, 譬如说然后再来是互动, 多媒体互动等等, 都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系统能够开发容纳进来的功能, 那等一下就是一个一个讲这样子, 好, 所以呢, 简单来说这个系统就是选择了Google Doc和Google Sheet, 然后呢, Google Sheet就像刚刚讲的存的是结构化的资料, Google Doc存的是文件内容, 那Google Doc, 我们会用Google Doc的这个发布到网路的这个功能, 然后去解析它的HTML, 那目前的HTMLPrize选的是Cherio, 我们会用Google Doc内建的表格来当做内容模子的container, 然后再来会搭配一些克制的而制定的Syntax, 比如说这个Mustache, 就是两个大括号这样很常见的一个功能来加上一些控制的变数, 那最后呢, 为了要加速网页的这个读取, 所以会有Caching的功能,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讲, 就是说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说内容管理系统的最基本,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文章列表, 那文章列表通常都有客制化的清单, 那在这边, 在这系统里面我们就用Google Sheet来替代, 这也蛮好用的,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目前我这个组织的文章清单的一个snapshot, 那因为Google Doc可以定义, Google Sheet可以定义栏位嘛, 所以比如说有是不是已经publish, 它的文章的种类, 它文章的ID, 文章内容, 华语的内容和英语的内容, 那分别都连到了不同的Google Doc的, 以发布到网络的一个版本, 然后你可以还可以在这个文章列表里面定义这份文章, 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被发布的, 然后它什么时候最后更新是什么时候, 以它网站上的网址, 还有你要不要cache它, 那一篇文章除了这些栏位以外呢, 还有更多其他的media data, 那这些media data我目前是选择在Google Doc里面编辑, 因为这些都是编辑就是不会写程式的人, 或者不熟悉Google Sheet的人, 还是希望让他们能够更简单的编辑, 所以这些栏位就是塞在Google Doc里面, 那是左边这个表格, 而第一个就是在Doc里面的使用, 直接使用Google Doc内建的标题和副标题, 这两个段落样式, 然后直接把标题和副标打在Google Doc里面, 然后再来在表格里面, 第一个表格的第一列呢就是插入显途, 第二列就是写途的叙述, 譬如说显途如果是license, cc授权的显途等等的, 再来就是作者的资讯, 然后再来这篇文章的叙述的内容, 那杨慧用在HTML里面的MetaTag, 然后再来就是希望能够用标签来帮文章分类, 好,那表格除了刚刚说的用法就是标注一篇文章的MetaData之外呢, 其他的表格都是做模组的, 都是拿来当模组, 那模组呢基本上应该都有三列, 第一列就是这个模组的类型, 比如说Depth就是Definition, Post就是一篇贴文, 或者是Photo就是一张图片, 那第二列呢第三列就是这个模组的内容啦, 比如说如果是图片的话, 第二列就是插入图片, 第三列就是写这个图片的图说, 如果是一个Post的话, 第二列就是插入贴入这篇贴文的内容, 那第三列就是这篇贴文的相关的叙述啦, 比如说像截图里面的这篇贴文是一则LINE讯息, 那它的叙述就会包括比如说这则LINE讯息从哪里来的,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LINE讯息来自Covacs, 然后它首次的回报呢是2021年7月14日等等, 那如果是定义的话呢第二列就是标题, 第三列就是内文, 那不同的模组呢,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它在Google Doc里面都是用表格来呈现, 但是透过这个系统的Parser还有CSS样式制定可以产生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效果, 好, 再来是制定的Typography, 字体排版, 那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功能, 比如说左边这个功能, 这个是在英文里面的日期常常会有ordinal的这个 suffix的需求, 比如说first是要写est, second是要写2nd等等, 那在字体排版上如果这个 suffix可以上标的话, 就会比较漂亮一点, 那在这个系统里面如果要启动这样的功能是加一个这个尖尖的这个符号这样子, 好, 那或者是说如果你要在行文中间有要加标签的话, 目前我们也常常使用这样子的功能, 那就是用Mustache, 然后把你的标签的ID把它扣起来, 那ID会对应到华语和英语相关的字串, 那再来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功能, 就是在表格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会使用到表格里面每一个格子会有点列表, 但是呢有时候每一点的长度其实都蛮短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希望在让每一个点都可以, 让多个点可以在同一行, 或者说就是可以让它自然的flow可以换合,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启这个ListSet还有Bubbles的功能, 就可以让一个格子里面的每一个bullet变成一个bubble, 一个bullet变成一个bubble这样子的显示的形式, 那甚至一个bullet呢还可以给它不同的class, 譬如像这里列出的三个, bullet是通缩凤凰卫视和观察者网, 那通缩呢它是一个中国的官媒,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一个ccp这个class, 然后它根据我们制定的样式就可以把它显示成红色等等, 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连接到档案户的功能, 那因为我现在这个组织的档案户呢, 每个档案都有一个独特的编号, 就是x-然后四个字母, 然后再dash然后再四个字母, 然后在每个四个字母的都是alphanumeric, 就是可以从0到9或是a到z这样子, 所以呢在parser里面就可以写出一个自定的证则表示是, 如果看到这样的字串就自动认定它是一个要连接到档案库的字串, 所以可以自动加上连接, 这样就不用让编辑还要一个一个手动加连接, 好,再来就是刚刚讲到的字典的功能, 那一个组织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标准的用语, 或者说常用的一些字串或段落, 那这时候如果有字典就很方便, 那这里, 这个系统里面的字典是定义在Google Sheet里面, 那就像这个截图一样, 就是一个entry可以有它的一个独特的ID, 有它的华语版跟它的英语版, 那在,不管是在网页上或是在文章里面都可以使用, 譬如说上面这个例子, 我们的研究结论呢, 有重要有三点, 那都是, 那就是用IRG, Online S1, S2,S3这样子ID来reference, 那或者是呢, 甚至是汇入一份文件的完整内容这样的功能, 譬如说在研究报告在网页上的呈现, 常常会需要写明确, 就是acknowledgement, 就是感谢所有在研究过程中, 诸作过程中有提供协助的人, 那这样的文字呢, 往往都不会改变嘛, 那如果要在不同的地方写的时候, 都要重写一次就很容易, 所以呢, 就可以这个系统目前有汇入文件功能的这样的, 汇入文件内容的这样的功能, 那当然你可以把文件内容用字串的形式定义在字典里面, 但是如果当你文件还有可能有连结, 有HTML或是有图片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适合定义在这个Google sheet里面, 就可以使用汇入文件内容这个功能。 好, 那再来呢, 是Document and Structured Data, 就是把文件当成结构化资料来看,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譬如说以字典为例好了, 或说这个例子的话是智慧的定义, 就在写一份论文, 写一份研究报告的时候, 常常会需要先定义每个词汇, 那定义词汇的时候, 因为每个定义都是一个rich text, 所以你很自然的会想要把它写在Google Doc里面, 但是呢, 你又想要让, 譬如说这里是想要做出这个 collapse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你不想要看的时候可以把它收起来, 那想要看的时候再把它打开, 像这样的功能需要的是, 把一份文件拆成很多不同的段落, 那这个功能呢, 目前这个系统也可以做得到, 就是它会侦测一份文件里面的, 你这个例子来说是H2, 就是heading2, 那把heading2和heading2之间的这些元素呢, 都归到前一个H2里面当成一个object, 所以在呈现的时候呢, 就可以做比较有结构的呈现, 像左边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可以看到这份文件里面有多少个H2, 它就有多少个这个section, 然后每个section都可以展开和收合等等, 那如果有这样的功能, 也就是说一份文件可以有不同的呈现形式, 譬如说像右边这个例子, 同一份文件, 可能这份文件目前有一个H2, 两个H3, 那第一个H2写的是资讯操纵协力者, H3写的是K4和K5这样子, 那你当然可以把整份文件的完整内容, 包括H3和H3之间的内容呈现出来, 像这个大框一样, 或者是呢, 另外一个做法你可以比较精简的呈现, 譬如说H2只显示出来, 然后H3只显示H3的标题, 不显示H3底下的细节内容, 那这样子的话在不同的情境上, 可以套用不同的显示模式, 那对你的读者的体验可能会比较好。 好,那讲了这么多功能, 其实还有蛮多功能还没有做到的, 所以这边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有列在这个近期的Road Map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表格的Layout, 这个是一个很老很老的网页排版问题, 这个目前这个系统都还是处理的不太好, 那有些人会会太急, 有些人会会太松, 所以这个目前还在想要怎么处理。 那再来是span removal和inline styles, 那目前这个系统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编辑在Google Doc, 比如说选取不同的段落, 给它不同的样式的时候, 它会造成可能原来连续的字串会断裂, 然后在HTML里面用不同的span来包起来,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影响到, 比如说刚刚的那些tags的判读等等的。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 那可以同时支援inline的style, 比如说如果编辑把一段文件圈起来是黑体, 那到时候这个读到系统里面也是黑体等等的。 那另外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互动的模组啦, 那互动模组就比如说, 其实表格也可以是一个互动模组, 比如说如果表格很长的时候或很宽的时候, 表格往右卷或往下卷, 往右卷或往下卷, 往右看或往下看, 那第一栏或第一列是不是可以变成sticky, 那这个也是一个互动的模组, 然后会让体验变得更好, 或者是甚至是互动的图表啊, 或是互动的游戏等等。 那再来就是Google Doc的Programmatic Update, 就是用程式来改变Google Doc, 这样里面的功能。 那目前要改变, 要编辑文件内容都还是要手动的, 点进Google Drive, 点进Google Doc, 然后去编辑。 那目前我是希望看看能不能做, 比如说所有文件的寻找和取代等等类似这样的功能, 然后让系统化更新文件内容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 好,那再来就是Auto PDF Generation啊, 这个是之前我们拜访一位学者的时候, 这位学者老师跟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功能。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目前的文章和报导在网站上要reference, 要存档的不容易。 那可能对比较不习惯网路阅读的人也比较没那么友善,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有PDF Doc。 那我们这边的做法, 因为目前是读Google Doc, 然后再经过Custom的Parser, 然后最后突出好的呈现方式。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转换到PDF上, 其实我们也还在思考。 这样子。 好,那简单的来说呢, 这个系统就是架构在Google Suite和Google Doc的既有功能, 包括写作啊, 版本记录啊等等的功能。 然后再加上一个简单的Web Server, 然后加上Custom Parser等等的Custom CSS。 然后架出了一个很简单, 可以很快速架起来, 而且营运维护成本都蛮低的一个系统。 那目前可以在Github上面IRG-TW-NUXT这个repo看到所有的原始码。 好,那讲了这么多呢, 最困难的问题呢, 其实是这个系统要叫什么名字。 那命名呢一向都是工程师最大的难题。 嗯,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Fork, 那也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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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manage to do this. 这个主持人,你的麦克风没有开。 furious 那现在 好 有了 谢谢 好 不好意思 那非常感谢刚刚之号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进行Q&A 然后刚刚后台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所以的话 第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关于Google Talk或Google Sheet 它的协作的技术 是透过怎样技术达成 那目前有没有考虑建立自己的一个系统 那如果会的话原因是什么 不会的话原因是什么 好 谢谢大家的提问 谢谢大家对这个很小的系统很有兴趣 下面也有一些问题是在问 就是为什么要用Google Talk 有没有自己做过协作的技术 我对协作的技术有一点基本的认知 但是因为这个系统当时开发的时候 是想要很快速上线 所以我并没有自己尝试 是做协作的功能 那之前也有用过比如说 Google 其实之前不是Google的 Firebase这样子的一个前端 前端的那个集市协作的这样子指导库 去做一些类似的协作系统 但是我们并没有很认真的去研究 协作的文件和协作的那个试算表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那嗯就我没有我没有研究过 然后会考虑自己建立吗 我觉得也不会因为这个系统的 我觉得这个系统的核心的理念就是要 那这是要用偷吃步 就是用Google已经开发出来 很很顺利就很稳定的服务 但是要在上面再加一层做客制 了解 那我们就依序就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考虑使用Notion 或者是说Notion 或者是其他等等的协作软体 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无法满足的 哦我没有用过Notion 但听说Notion很漂亮很好用 Notion但是 大家都知道Google资料放到哪里去 但是我其实不是很确定Notion 它的资料 它的个人资料保护 还有那个隐私做的怎么样 所以我目前不会考虑Notion 那但听说它的那个 它就是像是一个很好用的Wiki 所以我也很好奇 那Notion应该有类似公布到网 就是发布成网页这样的功能吧 但是因为我没有用过 所以不知道 有办法回答 好了解谢谢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的话 会不会担心就是Google它的改版 然后Google打破Google去的系统技术 Google sheet的改版的话 我觉得反正Google一直在改版嘛 那因为先讲Google sheet好了 Google sheet现在用的是Google sheet的API 来存取Google sheet里面的 这个一个一个的资料 那它一定会改版 那只是应该一次一次改版的 那个幅度也不会很大 而且它说不定会像就是向下相容 所以我觉得我还好 当然比如说如果换成EtherCalc 什么之类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大家尤其是在企业里面 Google的那个整体的Solution 还是比较好用 那再讲Google Doc好了 Google Doc现在是其实这个系统 读的是它发布到网 它发布到网路上的HTML档 所以它如果Google Doc改版的话 除非它把发布到网路上 它把发布到网路上的那个静态网页 这个功能拿掉 不然都还是可以继续用 那如果要拿掉就是不用Google Doc的话 你还是可以透过就是读HTML这件事情来 就点是说你可以把下面这层Google Doc拔掉 但是你可以接别的东西进去 那这个系统还是可以 因为它是读HTML吧 所以这应该没有问题 大概是这样子 了解 那接下来也想请问是说 在推广层面的话 目前的内容管理系统除了应用在卧槽之外 那么要推广到其他的媒体 那其他的媒体对他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 这个要先很感谢主持人一开始的介绍 不过我在6月底已经从卧槽离职了 我现在是在一个研究机构工作叫IORG 所以这个系统目前并没有用在卧槽 是用在我新的研究机构这边 那关于推广系统到其他媒体这件事情 其实我可能我想想想看几年前 那也有三四年前 那时候刚到卧槽的时候 那时候有跟GINV的朋友们一起想要开一个坑 就是做台湾的网路新媒体的一个开源的内容管理系统 那时候就有 有跟卧槽内部的同事 还有比如说我去报道者拜访过 但是其实那时候遇到问题是大家其实都很想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那要做一个基础架构其实又需要成本嘛 所以那个时候就并没有成功的说服多家媒体 以及使用一个那种管理系统 这个大家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我看到下面有一个就是有匿名的分享 然后他有分享蛮多就是希望可以建议的改版方向或调整方向 那你有没有想要针对哪些想法回复 好那我看一下很多耶 谢谢这位匿名的 汇总 排版重用的需求在A文章做好的标题好 中文编号按其他同意 客制化编号宽度造成的排版问题 手机 感觉很专业很那个 很知道排版的妹妹嘎嘎非常感谢你的整理 那如果不在意的话这个我就贴到那个这个议程的HackMD那边去 我觉得无障的网页规范这个超难的 我到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那但听说接政府案子的场上都要都要很注意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做这个 所以这个要这个要跟大家学习 那正在编辑不希望东西被已经就是出去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 目前没有什么解法 可能就是要在另外的文件编辑 编辑好之后再贴到那个已经发布的Google Doc里面 编辑后的预览问题啊 这个也很有趣 因为Google Doc他发布的静态HTML是每五分钟更新一次 所以这个对于你想要快速的测试一些 你改变内容你想快速测试他呈现结果 这其实很不利 因为你每次改就要等五分钟很蠻蠢 所以这边要改善的方法就是要透过Google Doc的API 但是我其实还没有看过Google Doc的API 所以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然后学习CMS所需的时间 对这也是我觉得用Google Doc Google系的好处 因为之前在卧槽的时候 我们也自己盖了一套自己的CMS 但是对于记者和编辑来说 他们就等于说要学习同一新的一套系统 但是其实他们在上稿就是刚刚讲的半年的上稿之前 都在Google大都已经把稿编好 所以变成他们还要在额外把稿贴到一个独立的 工程师盖的系统里面 这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困扰 会增长他们增加他们学习的时间 然后上面的那些关于排版的编号啊 这个缩排啊长度啊等等 这个真的都很有趣 然后很值得一个一个写成独立的一个排版的套件吧 我想那第一点这个其实可以再分享一下 就是Google Doc 你在设定好H1H2H3的那个格式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它存成你的预设格式 然后你这样就可以透过这样可以稍微在Google 那边排版看起来好看一点 但其实在GoogleDoc排版至少在这个系统 里面GoogleDoc的排版样式几乎在 就是在最后呈现效果是不会呈现出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 优点的话就是最后的呈现效果 看起来会比较一致 但是缺点的话就是你在GoogleDoc 可能变了半天很漂亮的鞋体啊 色彩啊什么的在最后的呈现 目前是还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的 这个也是刚刚有讲到的图图list的其中一个 了解好那我们的问题就大概这边带个段落 那我们呢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就是志浩精彩的分享 然后跟刚刚就精彩的回应 那如果就是现在的观众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利用Costop提供的管道 然后可以和讲者进一步联系 好那我们就是下一个场次呢 就是设计一个可程式的电路评估系统 我们将会在1.50开始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志浩的分享 谢谢好谢谢 谢谢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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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